看一下这款1810冠冰机的安装和使用方法 首先拆开包装以后 这个托盘它是反在这上面扣的 我们需要把它正着放置 就是反过来放置 然后呢第二步是 安装这个背部的这个水管支架 这个支架我已经安好了 就是把这两个螺丝拆掉 把这个支架给固定上就可以了 第三步是这个接头固定在支架上 首先接头上套一个这个电圈 这个垫子塑料垫 然后穿过这个对面用这个螺丝帽 可以固定住 高度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容器来确定 就是说比自己的容器高出三公分左右就可以 最后呢套上这个罐装头 一定要给它套紧了 垂直向下就可以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电测试 参加电源 然后开机 开关右边有个调速旋径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的灌装量是大于30克的 你直接调到最大就行 就是100 如果小于30克 你可以适当的调小 然后灌装通过测试 达到一个精准的效果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调到最大 然后我介绍一下显示部分 实时重量就是秤重的一个显示 比如说你放一个东西 这一般东西是10克 你看它显示10克 你要用手压它 它会显示出你手的压力 第二行灌装重量 就是你要装的量 假设我们在这个杯子里装100克的液体 我们就要把它设置成100 点一下设定 输个100 再点一下设定 它就设置好了 第三行技术器 是我们每一次灌装完一瓶 它会自动加一 这个不是我们设置的 第四行触发值 触发值设置的比空瓶重量稍小一点 我们先称一下空瓶有多重 22克 那我们可以把触发值设置成20克 也就是它比空瓶重量稍小一点就可以 怎样设置呢 点一下触发 出一个20 再点一下触发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我们的所有的设置量都设置好了 首先我介绍一下 就先喝一杯 所有的设置